这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 一起学习这个论语讲要 那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是 半部论语之天下 所以我们相信深入论语 可以把我们的团体企业经营好 也可以把家庭经营好 有论语就有办法 有传统文化就有办法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信为道源功德母 那我们 最近的课程 我们 探讨的是维学之道 谈到 第二个大象 好学生的心境 第一呢信任老师 第二是师志为己志 第三是安平乐道 第四是沉静谦虚 第五是诚实不自欺 第六是师徒如父子 当然我们前面六大象都谈过了 那我们 在念的过程 检查检查我们的心呢 跟这六点相不相应 还有第七是 还有第七是耗学 我们也举了不少 论语的句子 来 对耗学 体会得更深 体会得更广 句子当中 我们前面有提的四句 这个十四之意 必有忠信如谋者也 不如谋者好学也 孔子有讲到 这个十户人家的 这个小村落 一定有人格特质很好 忠信跟孔子的 这种心境相同的人 但是你好的特质 后天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提升 不断开发自己好的特质 才能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 那孔子是感叹 有好的特质 好的本质 但不够好学 就不能开发浅 尤其我们 比方说学了佛 知道自己有如来 智慧得相 跟佛是平等的 这一点大家不反对吧 都不反对 那不开发出来 那就是作践自己 那就是对不起自己 那就不自爱了 所以不能沉迷手机 那就不自爱了 不能玩物上智 这个就不自爱了 所以圣教就是学自爱 自爱就是明明德 能自爱才能爱人 我们把自己搞得一团乱 然后说我要去爱对方 这是没有基础的 用自己的明明德 用自己的明明德 去爱人 去清明 所以不要辜负自己 这一念就是菩提心 显安大师说的 尊重己灵 尊重自己的佛性 尊重自己的灵魂 灵性 也如无了凡事迅说的 要发此心 修此心 佛都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阿弥陀佛成佛了 我怎么还在这里堕落 彼何以百事为师 我何以一身瓦力 丹懒沉情 都被世间这些欲望困住了 私行不义 没人看到的时候 做了一些 不可靠人的事情 为人不知 以为人家不知道 都没有惭愧心 傲然无愧 将日轮于禽兽 而不自知已 人是万物之灵 我们不能糟蹋 这个身份 第二 食物求保 居物求安 不要做欲望的奴隶 不要做物质的奴隶 敏于事而胜于言 旧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一 所以好学的话 不断在做人 做事上提升 言语的道德修养上 也要提升 敏于事 事情越做 越圆满 越周到 言语更谨慎 更有分寸 不能常常讲错话 这就不好学了 常常常清静 有道德学问 有人身阅历的 善知识 就有道而正言 第三 句是以孔子为榜样 无时又五 而自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我们现在念的句子 要随文入观 念到四十岁 您现在是四十几的 对照对照 有没有不惑 五十 我是属于这一个句 五十而知天命 知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 最近 跟企业界的有一些互动 他们在思考 面对未来经济趋势发展 应该怎么应对 首先是我们企业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你都是 能够 服务到当前 社会大众的需要 照顾到他们的生活 爱护到他们的生活 那这个就是 每一个行业的 意义所在 以服务为目的 而且你这个服务 又不断精益求精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我们看国内也有 一百多年 两百多年的企业 人家做同一个行业 越做越 专精 专才能成功 不能今天干干这个 明天干干那个 看看 哪个行业赚钱 我去干什么 你的动机都不是 一个行业存在的意义 你失了这个根本去了 人假如失去了 我当人的意义在什么 那他就随波逐流了 行尸走漏了 好 要知天命 自己这一生来干什么的 当然这个天命里面 也有深信因果 因果是天地的法则 深信因果 就没有未来烦恼了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但行好事 莫问虔诚 个人如此 企业也是一样 你都用对心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所以人跟企业团体 为什么担忧 他理不够明白 心不安 理得 心才能安 所以我们假如开始担忧事情了 代表我们跟这件事 相应的一些道理 我们不够信 听是听过了 但是不够深信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与举 这是夫子给我们的榜样 学乳就要学孔子 以他老人家为榜样 第四是学如不及 有孔 失之 所以学习要很积极 主动 所谓 日知其所无 不能知少为主 所以这个学如不及 有孔失之 越无忘记所能 学过的东西要懂得复习 不能学完 慢慢一两个礼拜全忘掉了 要温习 还有一点很重要 要落实 解形一相应 这个道理 你就终身难忘了 比方说我们去行 念念为他人着想 行的过程 当我们都想别人 这是爱心 跟自己的性德相应 做的时候 从内而外的欢喜 就出来了 失比受 更有福 为善罪乐 今天能帮到别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感觉今天挺有意义的 挺充实的 大家有没有 见过 现在不是小孩玩电动玩具 大人甚至老人都有 你没有志向 你没有定力 很难不被这些 欲望所控制 这些玩乐的东西 所诱惑 大家有没有见过 有人玩了一天的游戏 然后要睡觉的时候 说今天真充实 我好像还没见过 那个都是刺激 玩了好几个小时 甚至是半夜一两点 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 那种空虚感 很强烈的 所以 我们人生不能落入误区 人生是追求幸福快乐 真正的快乐 是由内而外的 这个我们得要 体会得很深刻 现在世界的这种 氛围是错误的 世界的氛围是享乐主义 那是从外面来刺激 那跟吸毒一样 会上瘾的 刺激我们的欲望 那是低级快乐 这种刺激 你好像感觉 用现在的话叫有多巴胺 是吧 这科学家就有实验 用刺激的 那个老鼠 在他的脑子里 装个晶片 他去 踩 踩那个 一个机器 一踩 他就刺激他 他就兴奋了 结果那个老鼠就一直踩 一直踩 踩到自己 这个虚脱而死 我们现在看报道 那个打电动玩具 三天四天没睡觉 最后一个 十几岁的孩子 就死在这个电动玩具台上了 你看他们误解了 这个叫快乐 所以 这个方向错了 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甚至于是毁掉下一代的人生 现在两三岁 三四岁了 他整天就抱着那个iPad 那就麻烦 那孩子 非常不安定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所以孟子说有三乐 那个都是从内而外的 这个才正确 好 所以这个第四句呢 是 强调 要不断学习 新的这些学问 还要复习旧的 好 我们今天谈第五句 知之者不如耗之者 耗之者不如乐之者 240页 我们读到这一句 我们现在 学习有没有耗之乐之 有没有 学 师长的教诲 勿使一秒钟空过 争分夺秒 那这个就是乐此不疲的 我们看到 这个包住 学问 知之者不如耗之者赌 很赌实 学得更 深 这个 更稳 认知的更 深 那耗之者不如乐之者 深 深邃 你看同一个道理 你要体会的更深 体会的更广 你就会用的 更灵活 更全面 比方说 万法 因缘 深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那你有没有在一切境界里面 体会到这一句 你有没有在一切境界当中 运用这一句的智慧 来解决问题 那感觉不一样 那叫万法因缘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只是滋滋的 你每天在用 这个结果是什么因 什么缘 造成这个恶果 怎么改善 你越用 越有心得 乐此不疲 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别人的问题 这个包式此处可从 知好乐三自然 接说求学之事 其他诸事 可以类推 都 都可以 以这三个字 看出 求学也好 做事也好 都有深浅 知之者 是指求学之人而言 原来不知之事 经求知之 知之即是 求知其然之谓 那耗知者呢 是以知其然 进而求知其所以然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进佛门 三归一 我知道三归 归佛 归法 归身 三归这个知事 这件事我们知道了 是吧 那为什么要三归一样 那这个为什么 那知其所以然 佛是表绝而不明 法是表正而不邪 身是表静而不染 他是表自性绝正静 所以我们 归一三宝 是随顺自己的性德 所以不是 不是 释迦牟尼佛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我以前听老阿上讲这一段 印象很深 是顺着自己的性德 你了解这一些的时候 你就更愿意 归一三宝 归一自性 进一步 你会乐此不疲 为什么 我们随时依绝正静 依性德 你就有法喜 就我们刚刚说的 施比受更有福 你都很慈悲去帮助别人 跟性德相应 这个快乐就是从内而外 自然就出来了 你心越清静 深智慧 深欢喜 这个都可以感受感受 你在想轻浮 你欲望很少 很容易知足常乐 欲望很多 你再有钱也很痛 富在知足 知足才是常乐 贵在 知退 你懂得急流勇退 包含贵也是在 你行为高贵 不是你身份 高了就显得高贵了 你身份高 比方说你是高官 你不爱名 你不只不高贵 那背后都骂 那背后都骂你 所以代弊仆 身贵端 虽贵端 慈而宽 因行为 因德行而高贵 不是因身份高贵的 慈 仁慈 宽容 这显得品性的高贵了 好 所以这个 你知其所以然 佛为什么让我们归一三宝 就是要回归自信 而且你又照着做 你会乐此不疲 越做越欢喜 越做自己的心境界越提升 包含 我们在求学 那我们要以老和尚为榜样 老和尚是好学生 之后成就 很殊胜的 教学成就 教化上亿的大众 这个 难以 姑娘的大众 因为他老人家 改变命运 我个人就是个例子 我人中那么短 短命相 他老人家慈悲 栽培我们 出来红法 这改 改变命运 延长寿命 从李秉兰老师那时候 看到学生短命相 就鼓励他出来红法 当然红法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觉得这个 正法 对每一个人 乃至每一个家庭 有重要性 没有正法 人是非善恶 不会判断 没有正法 这个家庭 家规 家道怎么经营 他不一定懂 现在是是而非的道理太多了 现在不随波逐流 都不容易 所以了凡事迅讲 法者 万事 身灵之眼目 这话讲得 很透彻 我没有遇到老儿上 我也是 以追明逐利为目标 所以总在欲缘不同 尤其是遇到 正法的缘 好 那我们说内行人看门道 老儿上教学 有这么高的成就 根源在 他先是一个好的学生 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老师 而好的老师 最重要的是教给学生 怎么当学生 那老人家就有提到 离平老 开出了三个条件 我想我现在讲三个条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 知道可能是知知者 你还不知所以然 你知道 你还不一定肯照着守 你守了 有的守得很痛苦 有的守得很欢喜 所以你看老儿上 他守了 守了这三个条件 大概三个月心就清静了 烦恼就少了 智慧增长了 半年的时候 效果非常显著 到了第三年 跟老师说 我很得受用 我跟老师约定 我再遵守五年 所以守了十年 乐此不疲 所以我们对一个礼 要了解得更深入 这其所以来 古人为什么立这三个规矩 第一 只能听一个老师讲 昨天一个农修 他听很多人讲 他理又不能贯通 他会听得很混乱 我跟他聊到 我自己的学习过程 刚好25岁 遇到老和尚 听了五年 听他一个老师讲 后来英元就到海口去了 21年前 结果 就跟很多大众开始交流了 问的问题也是 种类繁多 这可没有考古题可以查 人家马上问你 你要马上咋了 那很自然的 他一问 老师教什么 就提起来 这跟着一个老师的好处 假如你说 你听两个三个可以贯通 很有受用 你有这个天分 那这个另当别论 不然古人这些用意啊 就是考虑到人的 要学习得力的一个思考 第二 要看什么书啊 要老师同意 我前两天吃饭 遇到一个 也是很好的学校的学生 他读哲学系的 他科目很多啊 结果呢 比方说 这个学科里面啊 有很多批判 古人的一些东西 说实在的 批判的对不对啊 他也不能判断 我记得啊 老上讲经的时候有说啊 大学里面 有一个学科叫 批判宗教学 大家想一想 批判的对象是谁 批判佛陀 批判老子 批判耶稣 批判穆罕德 我们跟他学习都来不及了 首先先批判 实在讲啊 你要批判一个人 你首先得把他的东西都学到了 是吧 你再来批啊 那你都还对他不了解就开始批了 那你说能学到啥 而且 当我们呢 没有形成 整个 正知正见的时候啊 你信任谁 你就受他影响 但是假如你信任的人本身 他讲出来的话 他做出来的事 有他的分别执着 你是信任他又分辨不出来 一定受他的影响 哪怕你现在是四十岁照样 我们看到 比方说这个老师 他就是知识性的学习 带出来的学生 他能跟着这个老师 三年五年 就是相应 所以一个巴掌拍不下 老师只是一个住院 你跟他三年五年 你还是很信任他 代表 方以内聚 物以群分 你没有看到这个根本问题 也不能把责任呢 推到外面去 所以 缘对人很重要 要慎重 为什么 责友重要 为什么 责师重要 很静的关系 影响非常大 所以书不能乱看 只要这个写书的人 有分别 有执着 我们不知不觉 就受他影响 那请问 假如我们对五欲 还放不下 那你一谈 一听人家谈 财色明十岁 你就越谈越起敬了 所以我们看现在畅销书 可能都是 怎么享受的 怎么赶快赚到钱的 这些部分 他是弃众生的 但是不弃底 他顺着众生的欲望 去写这些书 所以 教学也要弃底 一定要先弃底 当然也要弃基 不能你教得太高了 人家都做不到了 其实不只是教学 要弃理气机 我们讲话 每天跟人沟通 都要有这个态度了 你不弃理 你误导别人 把别人的价值观影响 你不弃机 他不受用 他不欢喜听 慢慢慢慢的 可能他就 不爱要了 不喜欢跟你谈话了 甚至嫌我们啰嗦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家里的人 喜欢我们啰嗦 我们 要不要很难受 很委屈 难受 委屈是烦恼 是不是我 言语分寸 拿捏不够 这个也都是一些反思点 好 说第二 守第二个条件 要看的书 要老实同意 所以这一位年轻人 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就是 很喜欢思考 很多想不通 乱了 所以喜欢看书 不一定是好事 他看了 看错了 看了不贯通 都会卡住 第三 以前所学 一概不承认 你去了解 他的用意 你很愿意守 你不了解 他的用意 你心里会 不服气 不好受 我以前跟方东美教授学的 跟张家大师学的 怎么 怎么不承认呢 你了解了 就是人要学东西 要归零 自己心里 自己心里都觉得 我挺有什么的 那老师还能教我们什么 所以这个 你知其 以 这个 知其然 你要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那这个乐之者 以知其所以然 你知道所以然 你又去做 越做越欢喜 越做越受用 所以老师这样 跟老师说 我在家五年 不如乐之者 好 所以这个是 好学 也有 也有浅身 再来我们看 第六句 翻到 两百五十页 只曰 君子博学于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服判以服 我们看两百五十一 博学于文者 多念书也 学问 记载于书籍 书皆是文 那我们中华文化 儒家十三经 这个都属于文 那博学者 需将一门学通 再学另一门 越学越博了 我们不能 门门都学 门门都松 那就没有通了 我们自己感受感受 我们整个求学过程 学的东西多不多 那现在 哪一本书在受用 哪一个道理在受用 都很松 不扎实 后来就用不出来了 所以一门学通 再学一门 越学越博了 约之一理者 屈里云 道德仁义 非理不成 这个道算是最高的了 三皇以道至天下 五帝以德至天下 三代 下商周以仁至天下 这个春秋 还有异战 到战国就没了 最后是 汉朝以礼至天下 礼者乱之时也 就你连礼都没有的话 那天下大乱了 大家注意 那代表我们这个民主的素质 一直在怎么样 道德学问在往下降 我们就不说五千年了 我们就看我们上一代吧 我们跟上一代 差一截 处世代人 那当然 末法还有九千年 我们要拉上来了 用心教下一代 让下一代清除于懒 慎于懒 所以这个 你道德仁义 没有理的基础 你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 程度 就好像 我们假如连做人都做不好 那能不能做菩萨 能不能做佛 没有那个基础了 所以你有一个好的理想 比方说你希望有三层楼 那你一定要从第一层开始盖的 你要打地基打好的 所以孔子 置于道 聚于德 异于人 由于义 那这个由于义呢 义是六义 就是礼乐色欲书数 都是以礼为首 这个六义也是以礼为最先 所以故随博学 而首须学礼 这个置于道 聚于德 异于人 由于义 这也算是我们 传统文化的 刚领所在的 这个部分呢 之前有就 这个论语 论语简说 有跟大家交流过 因为他是刚领 我们也可以再 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这个置于道呢 心心念念 都往道上走 守着道 不离开 这个中庸讲的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其实道就是我们 本有的佛性 本有的真心 请问大家 念念不离真心 怎么做啊 道理知道了吧 至于道啊 事情呢 理跟事要结合了 事啊 我觉得 最好做的就是 念阿弥陀佛 深深唤醒之急 儒家虽然这些道理 也开显了 那没有万德 好明方便 简易直解 又方便的方法 据于德 就是心念 亦有偏差 念头跟 跟道跟真心不相应了 这个据啊 据就好像拿着拐杖 把它扶正 仗词明德 明德是我们的真心啊 来反省修正 据于德 依于人 依是 依照啦 依循啦 就与人相处啊 就都是 出发点 都是仁慈 对人亲切厚道 人也是厚道 而且学习各种 技艺专专业 要 沉浅深入 由于义满 你要能够 沉浅 要能深入境区 好 好 所以 这个自治呢 心之所知 心所趋向的目标 这个是治 从我们净土来讲 就是净土违规 你的心随时都是 求生净土 好 那 诸位忍者 你在煮饭的时候 心有没有是 求生净土的 你在做事的时候 心有没有是 求生净土的 诶 我现在做事 就是 助修啊 机功累得啊 诶 这样我做事 就不会陷到事里面 去烦恼了 因为烦恼 跟我往生极乐的目标 不一样 我现在煮饭 煮饭是 普贤行 煮给家里 那么多尊佛吃啊 我没有 陷到 做事里面 去烦恼 哎呀 做这么多事 累死我了 这些人 也不感谢我一下 真是死没良心 那你 你这 陷到 做事的 陷到烦恼里面 去了 你的目标不见了 哎 好 这个 心心念念 趋向这个目标 我做任何的事 都是为了修行 做任何的事 都是为了更恢复我 本来的自性 哇 那你 你都是这样的心境啊 你就在做事当中 放下 恩别 放下习气 这叫 立事 练心 我要练出 我的真心来 那是我的目标 好 所以这个 道 中庸说的 率性之味道 顺着人人 本有的天性 安定而不改变 这个就是道 道 就是真心了 你时时刻刻 都是为了恢复 自己的真心 孔子智树 一生的志向是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老者能够得到 身安心安 朋友之间做到 互相信任 年幼的人 受到好的教育 内心都能 存着 感念的心 这个就是 孔子一生 念念不忘的 大道 等于是他 无时无刻 都没有忘了 他的志向 好 那 我们 常说啊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那是我们的志向 也同 阿弥陀佛的志向 也同孔夫子的志向 那我们这个心都在道上 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因为你一直在往这个目标 在迈进 孔子说的这些事 都是鸡工脸的 都是鸡工脸的 我现在也遇到朋友 很愿意做这个 弥陀春 护持老人晚年好好休闲 可以去祝福 甚至于是不同宗教的 在一个养老的 乐园 老阿弥陀佛 这个都很有意义 少者怀之 好好办幼儿园 在孩子最关键的时候 给他最正确的 这些规矩啊 正确的思想观念 那就利益这个孩子一生 你有好的下一代 这个民族社会 才有好的未来 所以这些事情啊 都是很大的功德 好 在聚于德呢 这个聚字就是 拿着这个 手杖 杖尺 这老人走路的时候 身体有了倾斜 就用拐杖 把他保持正直 所以这个聚于德 这个德字 执心 就是德 大家看这个德字 右边是 一个指 一个心 道真心 本身是寂静的 清静的 心念一动 随时可以察觉 一出现倾斜不振的念头 立刻反省修正 如此 修道 有所得 这个就是聚于德的功夫 不怕念起 只怕 绝齿 稍有不对的念头 赶快阿弥陀佛提起来 那这个具体来讲 真子每天 拿为人谋而不忠夫 与朋友交而不信夫 传不习夫 这三件事 确实自我反省 扎实的 用心地的功夫 难怪恐学的 传承 落到真子的身上 当然每一天 要反省 这个功夫 要用到 能观照到自己的一个念头 观照到自己 讲的每句话 每个动作 有没有偏 能察觉到 把它修正过来 这个都是 聚于德的功夫 那 承德呢 也常常跟大家 互相提醒一个重点 就是古人都是这么做啦 我们现在不这么做啊 铁定 更不行了 比方说古人说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那古人说三天了 那我们一天都不行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根基确实是 比不上古人 比方说真子要三省无声 那我们呢 那我们不下这个功夫啊 那我们根本不可能沉传得了 比方说 老和尚要守三个条件 那我们呢 那那我 我的根基那没办法跟老和尚比了 那老和尚都守了 我不守了 那铁定成就不了了 那大家对了凡视讯都很熟悉 那了凡先生都要下功夫 做三千善事了 那我们呢 那你不下这个功夫 能改命吗 大家想一想 杳凡先生 三千善做了多久 十年 念佛要下功夫啊 行善也要下功夫 你才能扭转那个 你不一直提醒自己行善的 那个自私的念头太强了 我现在身体不如以前 所以以前都没喝水 现在还是喝点水 当然说实在的 以前有时候假三个小时 都没喝水 应该还是喝一点好 过根不及都不好 还是寻忠道比较好 这个我们常常想 古人都这么做了 我们不能不这么做 我们还举惊人 你看黄念老 一天念三万身佛号 他还有其他很多事 他说一天不念一万就不叫念了 当然你假如念佛念得比较慢 那个另当别论 比方说我们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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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这个速度吧 假如你一天 不管是闪念 定刻闪念 你没有念一万了 那请问其他时间在干什么 那其他时间打妄想的比这个念佛的力量大 所以为什么叫不叫念 你念功夫提升不了 那黄念老都要念三万 那我呢 所以常常有这个思维 就觉得不能侥幸 不下这些功夫 只有轮回这一条路走 修行人不能侥幸 好 依于人 依由此所起 就是你的出发点 动机 这个是叫依于人 这个依字是这个意思 人是人恶 好 是亲密的意思 是人如亲 不疏远陌生 不仇恨加害对方 并且这个恶啊 有一层再加一层 加厚 你看天竹的竹 他也是 这个恶 他有加厚的意思 也就是做到厚以待人 绝不刻薄 不刻刻要求别人 宽以待人 言以律起 依于人呢 是无论办什么事 就由人出发 对人亲密加厚 即所不义 勿施于人 不会故意去妨碍别人 在社会上担当任何职务 不管你是哪个职务 哪个行业 都以人作为总原则 去爱人 去服务人 历行齐家治国平天下 敦伦敬奋的事业 油于意 油是潜入水底游泳 不是漂浮水面而已 那义呢 义是才能 孔子称为 人数 人心人数 能够造福大众的专业能力 所以 各行各业都可以行菩萨道 菩萨称为仁者 那你各行各业 就是用你的能力去爱人 去服务人 那这个孔子呢 曾经有几制造锚的工匠 制造锚的工匠 心中一直想着 如何杀伤人 另外一个制造盾 的工匠 心中却想着 如何保护人 所以两个人同样 他要做这些产品 记忆都要很精良 可是前者残忍 后者才是人数 现在你看 很多人技术很好 设计杀人游戏 那这个罪业就很重了 像我们最近接触到 同修 做有机米 他做佩亚米 我觉得这个思考很好 因为我差一点就去做农夫了 从事有机农业了 我当时也是在思考 做哪些事对人有帮助 有意义 都谈好了 公司老板都找好了 但是想说出去善心善心 跑到台湾台东去了 本来想去住一个礼拜 后来住了七个月 后面两个月就是代课老师了 后来就去从事教学了 后来就去从事教学了 虽然没有去做农耕呢 但是毕竟还是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看到有这个同修发心 我也很随喜 那我以前都吃臭米 我推荐给别人吃 他们吃吃吃 好是好 但那个口感 一般的人不是很欢喜 有一些人 胃不太适应 你看 这个记忆要精良 又要保存营养 口感又要好 都要顾及到 不然你教人以善悟过高 太粗了 他吃不下去了 他就不能长久了 所以胚亚米最适合 有机的胚亚米 这个跟我们学的 皇帝内经结合起来 老老很痒 无骨为养 所以大家现在思考一下 请问钱 是要花在药上 还是花在菜上 还是花在主要粮食上 是吧 无骨为养 你不能吃的菜比饭 比面还多吧 所以他做这个胚亚米 吃起来口感不错 又很香 又很营养 人就比较难接受 好 当今这个义 义能才能 范围很广 只要利益大众的义 就要努力学习 尤其是礼 是人人必备的义 待人处事 学习道德仁义 各种学问技能 缺乏理 就难以成就 我们好像上一节 各位有提到 有些人 可以讲大臣的经典 人情事理不懂 跟人一相处 人家啼笑皆非 所以要红出世法 还要懂世间法 你道德仁义很高 你没有理的基础 成不了 所以可以一 常理举药 俗读实践 学里有一个具体的 下所处 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接下来举的是 宋朝名相 范中淹先生 早年卑微 家里很贫穷 就有不为良相 愿为良衣的志向 有人问他 唯一良相 这个是大志向 奈何返求地位卑下的医生 范中淹回答 遇到民君 不予宰相重任 可以施展报复 利益 折批 大小人民 固然是我的理想 假使时运不济 想要推展 救人利物的怀抱 那良衣是 我的首选 这个当官的 世界因缘不成熟 那 对一般人来讲 生病很苦 他痛苦 他家里的人 陪着一起担忧 所以你把一个人重病治好了 可能他一个家 都脱离这个痛苦了 所以能学医是好 良衣可以治疗双清 甚至于是 君上的疾病 也可以诊治贫苦无一的百姓 自己也可以保健强身 这正是 大丈夫的心愿 至于社会地位的高下 那又何必在乎 好 所以这个 至于道具于得 医于人 这四句是上下相成 脉络一贯 有了 由于意的 今生的才能学问 那一定要有 医于人的胸怀 才可以真正 加会他人 所以现在 你那么多记忆 可是你不是 人心出发 那制造这个杀人游戏就很麻烦 或者是 你学医的 可是你不从人心出发 你为了赚钱出发 那你可能会 伤害很多人 那要做到 医于人 亲厚他人 也更需 由于意 具备各种能力 才会普遍圆满 就是我们有利人的心 可是你没有去学习 比方说 我要爱我的父母 可是你不知道 死了 你不知道在生活当中 要注意哪一些重点 才能让父母健康 那你还是要 学这些能力 那老老横眼里面 很多内容 我们就懂得 更好的 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家人 所以 医于人 由于意两者 犹如树根跟树干 互相滋养茁壮 相辅相成 是吧 你有 你有一于人 你才有动力 去学这个技能 那你技能学好了 那才更好的 实践你 这一个仁爱之心 就好像我们从事讲学 那你还是要 不断提升自己教学的能力 讲得更气理气急 不断观摩 不断观摩 别人讲学的优点 这个还是要 具于 这个 这个 由于意 那你在 这个 有这些能力了 你才能把这个 你的仁爱心 做的圆满 好 那你真正要不断提升 这些能力 你的动力 还是来自于你的仁爱心 慈悲心 所以我们为什么学东西 学着学着好像 最后就没有恒心了 那还是 我们力重的心 还是不够切 好 所以这两个 还是相辅相成 好 那依于人 关怀他人 由勉强而自然 也不是一开始 做就很自然 我还没遇到 老好上以前 想还是先想自己 那现在 知道不可以自私了 勉强 慢慢要做到自然 那就必须先 再具于德 繁省改过 去除私心 下功 起一个念头 自私了 赶快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像拐杖一样 把我们 辅正了 自私自利 五一六成的念头起来 赶快辅正了 所以 据一 能否 觉察改过 更在 总目标 至于德 我们 我们为什么这么肯 念头不对 赶快调整 因为我们 要恢复真心 我们不 糟蹋自己的真心 所以人 为什么这么肯 念佛 我要 我要赶快 恢复我的 无量智慧 深深唤醒 自己 念念不离 本尊 阿弥陀佛 最快成佛的方法 我自爱爱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佛 那 他 心心念念了 就守在这个佛号上了 守在这个 道上了 为什么这么肯念佛 他 希望自己赶快成就 觉悟 来利益他人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 小成人 不生极乐世界 因为他没有发出菩提心来 不是去极乐世界享乐的 极乐世界是 更快成就 更好的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治愈道 是你不断 修正自己的一个力量 动力所在 为什么说 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 你有动力 不离这个道 好 这个是孔子一生 实学的内容 更是中国文化的大港 好 我们回到这个251页 学理 则通 事故人情 然后一切学问 行之 能何忠道 所以这个理也有分寸的 理结 结度 分寸 所以 何忠道 亦可以服 判以服 这个判人 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不离经叛道 一个做偏 好 好 那 这个离老人 在最后啊 他是讲解到了 以韩礼 论语 比解 韩曰 判当独如 偏判之判 无偏呢 责得中道 所以这个服判呢 做合乎中道 讲 语气和平 古人 言语啊 会比较平和 所以以古人 言语的一个 修养态度 离老建议呢 不解成离经叛道 解成 偏 好 那 这一段话 博学于文呢 我们拉到修行来讲呢 就是解 解这些做人做事的义理 约之义理啊 具体落在行为上 落在轮场上 你看 上则恩赐有加 下则鞠躬净翠 理行于君臣矣 你理 落在轮场里面 为君者 爱护底下的人 这是为君守礼了 你是下属 你尽忠 尽力 这个理 行于这个臣子之道了 所以这个理呢 就没有离开 轮场 修学只要离开轮场 离开理了 就会学偏调 解形就不相应了 老和尚常说解跟形的两个轮子 运转的很正常 你有解无形了 在地质规说的 不立行 但学文 就涨浮华 涨浮华就是傲慢的 那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自我关照 我会不会学偏 我记得去年 到加拿大 下机场 同修来接我 一上车 这个同修说 我最怕遇到学佛 我说 可不可以商量一下 这句话 可不可以改成 我最怕遇到学佛 执着的人 这个他说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 这个你刚刚不修正一下 那老和尚也是学佛的人 你把他老人家都 都批了一顿 这个口业就大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执着 容不容易看到自己执着 我们会讲出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见人过 讲话都不够精准 容易看别人偏 不容易看到自己偏 一讲话就错 我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可能是遇到学佛执着的 好说歹说都讲不透 他也很无赖 我也见过 一讲起老和尚的教诲 讲两个小时都不用逗号 滔滔不绝 开口就来 回到家呢 夫妻关系处不好 我敢给大家保证 他理懂得很多 他体恤不到人心 学高了 这样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所以我观察一下学佛 这个人学佛家里的人很欢喜的 比例不是太高 所以这一句话 太重要了 才不会偏 那以对我们这个讲学的人来讲 哎呀 这个红法 险道 真的是一条险道 为什么 第一个 我们不是从小学的 连 苏东波先生 八风都会动 我们是没有他的基础 不要说八风 一风就晃得很厉害 你看他老人家 起手天中天 豪光照大迁 八风吹不动 端坐纸巾连 其实这个就是修行的路上 会有自我感觉很良好 有时候跟同修交流的时候 我观察这个同修 讲一段话 就忍不住 要肯定自己一下 欣赏自己一下 自我感觉良好 慢慢不知不觉 就稍微有点标榜 这个心变化很细微 要注意了 那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学的 可是现在外在财色名类的诱惑 比古代又不知道多多少倍的 内的根基不足 外的诱惑强度又那么大 你说红法的人 要百花从中过 遍夜不沾身 这真的不容易 难怪老和尚说 这些年轻人说 你们毕业之后 住在一起 你自己一个人去红法 我看回得来的不是太多了 而且没有忽略掉这一点 博学于文 悦之于理 讲学很久的时间 没有注重自己的轮场 孩子 你没有用心去教 孩子出问题了 你没有约之以理 甚至孩子都寻短了 还继续在讲学 没有全身心的 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这是什么 情意不足 你连世间 做人的情意都不够 你讲大臣佛法 你的心境 怎么讲出大臣的意境呢 可是自己 也会觉得自己都对啊 长浮华 你没有落实沦场啊 你不承认自己 有这些问题了 那个慢性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修 讲学的人 不落实在理 落实在沦场上啊 没有一个不偏的 侥幸不得 可是当我们赢得赞叹 掌声鲜花之后啊 要在老老实实 净自己的本分啊 都不容易 可是啊 你讲学到最后 你沦场不净本分 出了什么情况啊 你讲学的路就断了 甚至你不只没有功德啊 过失非常大了 人家听你的课 最后你家里出这个情况 人家信心都没有了 甚至都否定传统话 就偏了 偏了不只误了自己 会影响大众的信心呢 好 所以这一句啊 对于我们修大臣法 这孔子这个丁领还是 非常重要 好 大臣佛法 从理上教我们 没有离开什么 没有离开心性两个自然 所有的指导 就是让我们用真心 所以你学的大臣 应该是越真心待人 那首先 你学了之后 真心越来越用得出来 那谁 最能感受到 你最近的人嘛 所以你看古代 范宗淹啊 这些读书人 她的太太 都很敬佩她 是吧 她有仁慈心 她跟太太相处 一举手一投足 都替太太想 那太太怎么会不敢动 所以大学里面有讲 为人君子于人 就她 她在这个角色 她很自然的 她的真心启用 她做领导者 这就是仁慈 为人臣 子于静 为人子 子于孝 为人父 子于慈 你在这个角色当中 你的真心一起用 你当父母的人 真心启用 慈爱孩子 你在儿子的本分 你真心启用 孝顺父母 那怎么可能说你都宣讲大臣佛法 所以你境界很高 所以你境界很高 结果你家里的轮场 你都不去境本分 这个讲不通 所以你境界到哪 这看你用出来 你的真心 有没有用出来 那才是你真正的功夫 我最近也听到 有我们 静中学人 说 他在梦中 得到老和尚印证 他开悟了 这些说法 我们一听都觉得很夸张 居然他身边的人都相信他 所以一个人会迷 是旁边的人也都不清醒 才会造成这种 集体认知的错误 你假如真的 佛菩萨给你印证 你开悟 你一定不会讲出来的 你讲出来 就有明文立养心 而且我看 历代祖师 也从来没有一个祖师 或是在梦中 佛菩萨给他印证 你都讲这些 别人没有办法证实的事情 那会搅得大众都乱掉了 学佛 世事求死 要死 世求是的 不能打这种 虚浮缥缈 打迷糊仗不行的 我们看 这个众使是认证 那都是真正得到的高身 来给你认证的 哪有这个随随便便的 好 我们 听了孔子这些教委 好好互念好自己 也要互念好他人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到两归 所以大家 互持一个讲学的人 不能迷信 迷信 你会害死他 现在讲学的人 我们都是 成年才学的 我们 也都要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事 见相情 我们要学 唐太宗 不只要接受别人劝 求见 求别人提醒 我很多年前 遇到同修 见到我 哎呀 蔡老师啊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呢 你讲什么 我都相信了 我说你别害我 我讲的跟经典 跟老上不相应 你要提醒我 人心唯唯 人的心念是很细微的 你稍微一偏 自己没察觉 身边的人也没有互念 叉子好里 没有以千里 越偏越大 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是老和尚 唯一争传的弟子 你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哇 我怎么这么幸运呢 哎呦 遇到一个唯一真传 你要冷静啊 要有判断力啊 他在 他在标榜自己了 再来 那 那 那刘老师 人家修得这么好 都被他 被他比下 被他压下去了 所以我们学三根 有判断力 不炫己查 不能去标榜自己了 越有学问的人 像倒税一样 应该是越谦卑了 这个我们 对自己 对人都要会判断 才不会误了自己 又误了他人 好 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看今天讲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探讨的 进一步探讨 对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举手 也可以打开麦克风 把大家的麦克风打开 稍等啊 张阳 有请张阳 学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想问一下法师 是不是 是不是法师 在 落实的过程中 孝心和 尊师的心开了 然后才去 教的小朋友 阿弥陀佛 因为 要是 没有落实的很好 再去教小朋友 就这个过程 就很难 我感觉 就是这个问题 请法师 开始 开百分之三十 开百分之五十 他也是慢慢开的过程 那当然首先 你要认知他的重要 你要重视 落实他 你的心要很正确 当然你不能 你自己没有落实的很好 你就觉得 我百分之百都落实了 我很孝顺 你假如听到一个人说 我很孝顺 我敢跟你保证 他还不够孝顺 所以教学也相长 首先我们是一个很 真实面对自己 我们没有自欺 那我们 刚好有这个 教学的缘 我们用很真实的心态 跟孩子一起学习 我做的 可以给孩子带动的 我讲出来 我哪怕 我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很真心的来反省 来供养给孩子 真心就是供养 那我们用这样的心境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 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教学相长 当然也不能偏到 我什么都没有落实的 我就想要去教别人 那可能那个心态 又是偏的了 好 所以还是要把心用对了就好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这个张学长的问题 阿弥陀佛 稍微明白了一些感恩老师 就是老师说到 自己做的好不好的这些 都是真心的供养 那这一点是 这一次老师解答的时候 自己最新的一个体会吧 感恩老师 那这个成德自己呢 也是感觉有佛菩萨在 加持啊 护佑 也是让我有缘呢 回到家里 来敬孝 我感觉 要走洪护正法的路啊 不是靠激动的 这个儒家的赤地啊 还是很重要 对于我们来讲 革置成正呢 是修自己的心 静一步是 生修身 齐家 再来治国 你弘法立身是属于 利益社会国家这个层面 他还是要有前面这些基础 所以为什么说 齐家不可教 而人教人者无知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真教 然后你去大谈 怎么教育孩子 我感觉那是没有基础的 可是大家现在都不是太冷静 你去听一个老师 讲家庭教育 你要看看 他有没有很好的 去教自己的小孩 我去观察了一下 这谈怎么教育小孩的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不够认真教 那个都迷失在 明文立养里面 我讲到这里 我自己没有小孩 跟大家谈这么多教育小孩 我教学生还是有用一些心 从中得到一些体会 包含我自己也是思考 父母怎么教我的 那当然也多观察 一些把孩子教得不错的 这些父母是怎么用心的 好 谢谢 这个胡学长 有请胡晨叶学长 陆好 大家好 感觉有点紧张 然后就是陈彦想 就是陈彦现在有在 家里有带几个孩子 就是他们是在体制里面读书的 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 会过来这边做作业 然后陈彦就是会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这些孩子的话 就是你问他 最想做什么呀 最喜欢做什么呀 都是回答说 我最喜欢在家 开着空调 吃着西瓜 玩着AirPay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 跟家长沟通 就是说 但家长的一个观念 他们都会觉得 确实不能看太多 他们的观念是 只在不能看太多 我基本上会想要 就是家长会觉得 我会想限制他 比如说你一天看一个小时呀 两个小时呀 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那陈彦有时候觉得 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去沟通 去把这个事情给他说清楚 然后的话就是 对大体上就是这样 就不知道跟家长 怎么去把这个事给他沟通清楚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有一个孩子是六年级了嘛 然后他是有读英文 然后的话就是 这一段时间 陈彦是有用一部学习机 让他们让这个孩子被当词 那我就是就陈彦就会发现 这个孩子特别是这一两天 他被当词 用学习机被当词的时间 跟用书本 被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之前可能用书本 可能被20个 现在可能大概只能被10个 而且被的很吃力 对 所以我发现了 然后我们也请教法师 就是怎么跟家长去沟通 说孩子就玩电脑啊 iPad啊这些 就是其实挺严重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遇到 我带的孩子不多 但是的话 基本上有二分之一的家庭 是要么就是离异 要么就是在离异的路上 有时候陈彦我都会觉得 就听他们分享嘛 那个确实那个女子 在那个家庭当中 他们活得太辛苦 太累了 男子很不负责任 他们可能一个女的还要顾家 还有老的要照顾 小的要顾 然后小的又不听话一下 就活得非常的辛苦 我有时候都不觉得 都觉得到他们想离 我都不敢劝他们不离的一个状态 然后请法师开始 谢谢 好 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啊 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海 所以现在帮别人都急不来 都要有难性 你要护别人呢 首先自己的心要护好 你也不能被这些情境 让你起情绪了 你就不能更好的去护念 这个因缘呢 这个人 那你要护念呢 那你都要顺势而为 谁这个缘 比方 这个孩子 吹空调 吃西瓜 玩iPad 那 家长虽然现在呢 感受不到可能后面的危害 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 这个结果呈现出来了 你可以拿报道里面的这一些 或者你有接触到比较大的孩子 因为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 跟家长做提醒 就是 找出社会的这些例子来 那他可能 看了之后会警觉一下 会考虑 就是你 你就是 尽力来这么做 甚至你对于这个孩子的观察 因为他做不对的 他自己也会起变化 比方说你刚刚说的 他的学习的状况就在退了 你都可以就这些实际的状况 回归给他的家长 那家长有 考虑了 有反思了 再进一步 要引导他们呢 还是要 多学习传统文化 这些 义理 观念 他才能更好地去 互念 小孩 那你刚刚说什么 课本 可以 被二十个 单字是吧 现在用 学习机只能被十个 是吗 那你观察的结果是什么 原因在哪里 这个原因 陈彦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感觉就是 更没有 那么专注了 好像他 他自己 晚上也说 什么都背不下来了 哦 当然这个 我也见过用学习机 学习效果不错的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就还是他专注力要够 他的学习才会好 那我个人来讲 我 我看着这个 这个 电器的东西 电子产品 跟看书 跟看书 我喜欢看书 我觉得看电器 挺伤神的 看书比较 比较不会 这是我个人 从身体的感觉 是这个样子 但是关键应该还是看 这个孩子的专注度 的问题 那另外 这个小孩子 受家庭氛围的影响 还是很大 所以他假如 父母不和谐 他的身心 不会安定 这个也都会影响到 他的心理 包含影响到 他的学习 那你今天有缘 刚好在教导 他的小孩 那 这个也 在有机会 跟他父母交流的时候 我们一个原则 还是劝和 不劝理 因为孩子还小 那个 父母不和 甚至以后离婚 对孩子 人生影响还是很大 那 人之处 性本善 他现在主要的 还是没学 没学老祖宗 这些伦理道德 人不学 不知道 不是义 所以造一个园 让他们 有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要造这个园 那我们也要学的 我们有落实出来 可能 父母 他们感受到了 孩子的父母感受到 他会认同我们 假如我们学习的人 自己本身也学的执着 那有可能 人家 对方就不一定 很有信心 所以 这个 护念别人 自己的心很重要 自己的表法 很重要 好 这个以上 回馈 好 我们再请这个 从学长 从属请学长 老师 我刷能听到吗 您好 听见成的法师 您好 墨学 就是从那个 我待一个小孙子 在16个月的时候 就是一直跟着 我在学习传统文化 我也是 在自己的学习 就是 最近 墨学碰到一个 什么男子呢 孩子 不像以前 那么听话了 并且呢 就是他因为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孩子也像 不像 就是跟着别的孩子 学了不少 就身上那种 不良的喜气 就比方说 头两天 他就是用那个 骂 骂他爷爷 我就说他 骂他两次 我就非常生气 然后我就给他 说他一顿 他爷爷给他喝吃 那昨天的时候 他在跟他想妹妹玩的时候 所以把他 因为我训他呢 只有反过来 他就在骂我 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孩子在之前 我说话 您听不见是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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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之后 就是说的 在之前 这个孩子 就特别贵 就是 范仲岳老师都知道 这个孩子 正是特别平放 就因为接触到大环境 现在这个情况 我就不知道 如何来再来 引导这个孩子 我就想请法师 开思这个事 我应该怎么来 如何引导这个孩子 孩子就是因为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变化得太快了 好 了解 不知道怎么办 那是思维还是 好 这个 孩子呢 一定会受到家庭影响 首先是受到家庭的影响 那大环境的影响 那也很难避免 那一般来讲 从胎教就要开始 他的整个基础就更老 我们接触到一些胎教的孩子 他看到同学 小学的同学 看那些漫画 他一接触 他就不舒服 他不会不愿意去看 那等于是说 他从胎教开始 他所接触的都是正向的磁场 一定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那个不好的东西 他不相应 那 这个 再来 你在教育这个孩子的姻缘上 你毕竟是爷爷奶奶 所以爸爸妈妈 跟他的缘 也是比较清静的 他们都要重视孩子的教育 很多 比方说隔代教养 他会产生一种 觉得爸爸妈妈不够关心我 所以在教育孩子上 主应该从缘上是父母 配合 主办缘总 配合是爷爷奶奶 你不要又 好像 变成是你们为主了 爸爸妈妈反而不够用心了 我是不知道你们家庭的客观状况 但是从 这个姻缘上 尽量还是往这个方向 来调整 为好 我是感觉 有时候我们大人 要去体恤 孩子的心理状况 不能站在说 我很忙 我还是知道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是爸爸妈妈 你真的很忙 你有你客观的情况 你要很真诚去跟孩子说明 你的情况 要沟通 你不能觉得 孩子应该知道 那有可能孩子 他并不能理解 然后之后就产生了一个认知 爸爸妈妈好像不怎么在乎我 这个对他的内心都会有影响 一个孩子内心缺爱的时候 这些外在的诱惑就很容易进来 好 那 这个孩子毕竟年纪小 他还没有定力说 不说外面的这一些诱惑 首先我们也要给他好的影响 你今天指证他 但是那个喝赤 也不能动怒 那个喝赤是一种正气 他不能动怒 动怒会吓到孩子 动怒的磁场也会影响小孩 入木金刚也是慈悲心流出来的 这个我们成年人也 也要注意 你今天小孩有一些不妥的行为 我感觉我们不能生气 因为那有我们的责任在 但是你可以很严肃的提醒他 这是可以的 那 当然 孩子这种年龄会受影响 那你也要尽量避免他受这一些污染 尽量避免 昨天 好像昨天有个小朋友 还问问题 问说他跟同学玩 会受同学影响 他自己有警觉到 那 这个孩子首先要分辨是非善恶 他有这个培养这个能力 再来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这么做了 你要陪伴他 就这个事情 让他感受到 他现在这些行为 躲不躲上 还是要陪伴他 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偏颇在哪里 慢慢形成他自己的判断力 哪怕他判断是不对的 可是他还是受影响 那我们要引导他 那这个你要懂得 敬而远之 不然你会受他不好的影响 你还是得随着遇到的事情 很有耐性的去护念 引导 孩子 所以这个 我们说菩萨士德 第一个 随缘妙用 随发生的事情 你没有动情绪的 你还是用真心在 对待 引导这个孩子 你自己也在这个音缘里面 学习提升 那孩子也会得受用 然后威仪注持有责得 你有以身作者 孩子才负责 我父亲批评我什么 我成长过程 我从来没有不服气的 因为父亲一直在我们心目中 都是很崇敬的 那他有以身作者 再来柔和 直直设身德 我们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还是要柔和 还很真诚 可以设受他 还有普代众生受苦德 就是很有耐性 去陪伴 不能着急 这四个原则 去应对每一个缘 我相信都不是坏事 我感觉到你还是容易着急紧张 是的老师 对 所以我们在境界要互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先互到自己的念头 好 以上仅供参考 好 那我时间晚了 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有举手的可以记录一下 张世平学长 范宗苑学长 我们可以下一次再来交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